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延续科技人勇于尝试的作风 运用自然养殖创新手法 成功养殖出由海鲁鱼界LV称号的黄金海鲁鱼 身为基隆女婿 莱小峰还特别以主厨料理的海鲁鱼顶级便当 慰绕疫情期间辛苦守护基隆的第一线消防人员 品尝顶级美味 渔望里活蹦乱跳的海鲁鱼 呈现出健康的金黄色光泽 这是Emeron国际食品公司董事长 莱小峰在泰国海边的鲁鱼养殖场 从科技人转型当起养殖渔夫 莱小峰直言真的很辛苦 甚至一开始连家人亲友都不看好 太辛苦了说实在话真的太辛苦 我们以前在做电子业东西坏了修一修就修好了 鱼死了怎么样也救不了 所以刚开始其实损失是很大的 然后不断的尝试尝试再慢慢去找出一个平衡的方法 秉持科技人不服输勇于尝试的精神 莱小峰以益生菌及照氧照浪等自然养殖创新方式 终于成功养殖出由海鲁鱼借LV称号的黄金海鲁鱼 我们在水的处理在鱼的消毒过程 我们是用比较物理的方式 例如用臭氧我们有臭氧产生机 那我们的一些消毒水是用食盐水去电解 把氯分离出来 所以我们走物理的而不是走化学的 在食品安全上比较注重 再一个就是我们很密集的能够去照氧照浪 让鱼有个很好的环境 让鱼能够24小时在运动 所以它的肉质会更鲜美 那第二个就是跟统一配合 因为它的飼料的蛋白质特别好 鱼养出来特别的鲜甜 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特别去注重一些 自然环境生态的一个培养 让鱼能够尽量在原生态去生长 这个就是我们养出一个好鱼的一个主要的关键 曾经拿自家鱼到泰国市场贩卖的 Avaron国际食品公司执行副总来验博 特别强调使用益生菌的好处 益生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我们是生物共存的问题 就是生物共存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用到多余的化学药剂 那生物共存以后鱼就可以达到最健康 最完美最安心的食品安归等级 与莱小峰合作的统一集团水产飼料事业部负责人 刘海华也佩服莱小峰父子的坚持 终于成功养出适合消费者口感与味道的海鲁鱼 因为它是用天然的这个方式 这个就是说生态方式去做养殖的 那所以说整个一个在肉质还有它的橙色 口感方面都是会比较接近这个野生鱼的口感 除了以冰线空运方式将黄金海鲁鱼引进台湾 来小峰父子更规划未来能透过冷冻模式 让国人不只在饭店餐厅 在家也能享受海鲁鱼新鲜美味 我们配合的冷冻厂加工 全部都有一些食品认证安归 都是已经达到可以出口到欧美等级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后面如果在未来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冷冻加工的话 那其实事实上一些包装啊 或者是一些客制化的一些方式 不管是整条鱼的或飞力或切成切片的 等等的方式我们都可以进行推广 金融市消费局战不战 事业有成外身为借用女婿的莱小峰 也透过投入益销宣传20多年的 书越社区理事长的大姨子吕秋茜协助 以这次发表会上 行政主厨封嫖的海螺鱼料理便当 为了在疫情期间 辛苦守护市民健康的 金融市消费局第一线人员辛劳 我的老婆这边的娘家在基隆 那我的大姐 她们跟这些环保局啊消费局 她们的关系不错 所以想借这一次有好的 CELAVI的这个主厨 做的好食物 能够分享给她们 为了感谢我们消防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特别捐赠了30份的黄金 如鱼的便当给我们消防弟兄享用 在这里我们感谢来董事长 从精密科技的电子业跨入完全不同领域的养殖业 在异乡打拼数十年的莱小峰期盼 这位汇聚她无数心血的黄金海鲁鱼 让国人也能品尝到来自泰国的顶级美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中家宽民攜手台大新闻研究所 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 针对假消息认知和辩识做调查 发现假讯息散布的情形比起去年仍然严重 有高达83%的民众最近都有收到假消息 庆幸的是 民众使用查核方式比率提升 养成媒体试读好习惯 国内假消息散布情形严重吗 根据台大新闻研究所团队 结合网路与电话混合调查 有高达83%的民众 表示一年内有收到假消息高于去年 有超过一半民众认为是媒体工作者 政治人物与境外势力在散布假消息 而当怀疑是假讯息时 民众自行查核的比例提升了 我想今年有几个很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是我们发现说 从民众的感知里面 他们发现假讯息散布在生活周到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另外一个是说 可惜的现象是 民众他们会对于假讯息 会透过各种方式去查核 确认真假的比例 也比去年高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所以可以看到的比较的数据 那第二个是我们当然非常关切的是说 那台湾有非常多的机构 在做事实查核的努力 那这些事实查核的努力 有没有效果 那我们的调查结果也发现说 还蛮不错的 就是民众对于事实查核组织的认识 跟使用他们的查核报告的比例是增加的 那我们在做这么多的假讯息的防治努力的同时 怎么样可以去面对这一些群众 如何能够让现在平台上的资讯 是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民主的品质 而且是可以降低社会对立 那我认为这个是关心假讯息议题的各方人士 都可以依据这个结果好好再去思考 然后去想方设法 就是下一步我们要做这个假讯息的因应该如何做 那民众会去做这种假新闻防毒 或者是这种事实查核的现象 其实在那种类似像说 就是高中子以下的这个教育程度的族群 或者是像一些老人的族群 或者是中年的族群 其实他们这种会去做这种 事实查核和那种这种假讯息防毒的比例 是提高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啦 我自己在这样子的东西里面是认为说 其实透过这一两年努力啊 这种媒体素养确实是逐渐有在提高的这样子 有趣的是一般民众对于生活健康的假新闻 大家都会接受且认定是错的讯息 但政治性的假新闻民众却不一定这么认为 就是说一般民众对于那个生活健康的假新闻 那那个事实查核中心的查核效果是非常好的 几乎是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讯息 而且是很快的就认定说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讯息 但是对于那个政治性的假新闻 那这个更正的效果查核的效果 它就会受到政党倾向的一个限制 那比如说这个假新闻如果是攻击民进党的假新闻 那对于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 泛男支持者 他就非常就是说容易接受这个假新闻 即使是你给他更正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同样的 那如果说这是属于攻击国民党的一个假新闻 那那个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 泛女的支持者 他很快就会相信这个是 这个是相信这者假新闻是真的 而且你给他那个更正的讯息 他也不会接受 那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事实查核的效果 他会依照这是政治事件还是非政治事件 另外还要依照说这个是攻击的对象 是针对谁 那那个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查核效果 中家宽平赞助此项调查与结果呈现 透过假消息认知辨识 对事实查核的认知效果与假消息责任与对策 五大面向来探讨 整体而言超过六成民众 认为政府科技公司应该限制假讯息在网路流传 即便可能损害人民言论自由也应该做出防范 一般人会认为别人比较容易受影响 我比较不容易受影响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就会值得我们回过来反过来想一想 当我看到媒体甚至说不同党 我认为说可能这些媒体 然后一般人会觉得说 这个媒体可能是哪一党的 这个媒体可能是哪一党的 都是在为哪一党说话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第三人效应的那种传播效果下 这种传播现象底下 其实我们都要去想一想说 当我们认为说别人比较容易受影响 或者是说这种媒体 媒体其实好像是在偏颇某一个党派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说 我们自己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上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种 我们自己对一些讯息的想法 是不是有所偏颇这样子 我们今年针对假讯息的问责 还有法规政策部分 也加了几个新的提项 那延续去年就是民众也认为说 政府啊平台还有传播媒体 应该要对假讯息的传播负最大的责任 那在这个同时呢 民众也支持说政府应该要立法 要求平台自律 然后呢也应该要求平台 对演算法要做这个透明化的揭露 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承也出席论坛 表示从调查中看到民众对立法管制假讯息有高度期待 但立法是一个复杂议题 台大法律室教授苏惠杰指出 用法律对讯息管制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要求公民更积极 另一个是容许政府更积极的介入 但产生争议时就会产生政府钳制言论的疑虑 不同价值预设的取舍是两难的状况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希望之秋最后一块拼图 总经费7100多万元的中正公园 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计划工程 获得中央核定 内政部长林佑昌特别到现场宣布这项好消息 如果一切顺利最快今年8月发包 民国113年年底完工 林佑昌期盼中央和地方一起合作 让基隆变得更好 小时候都在这边那个写声 然后都是往这个地方写声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法人蔡世英及多位市议员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佑昌到中正公园天鹅洞视察 同时宣布希望之秋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营造计划 已经获内政部核定补助5500万元 预计8月发包动工 最快113年年底完工 我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们地方上很多的民众 包括我们的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蔡世英委员 一直在希望能够加速跟争取 那今天很高兴 这个计划能够顺利核定 那总经费是7100多万 那中央补助5500多万 那希望能够在今年的8月份 能够顺利的来发包动工 那预计可以在113年的年底 希望能够如值如期的一个完成 我想这个中央跟地方大家一起合作 让基隆能够变得更好 副市长邱佩玲非常开心 林部长兑现林市长的承诺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让基隆更好 这也是基市府新团队的心愿 林部长说他来兑现林市长的政界 很开心 因为我来了基隆 也发现基隆的确很需要中央的协助 听到不管是委员 听到市长 中央地方一起一条心 大家让基隆变更好 这是我们新团队的心愿 也很感谢林部长 谢谢 积极争取中央经费支持的立法员 蔡世英也期盼 金融市政府能紧速完成后续规划发包 让攸关城市改造的工程 能够如期如值完成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其实这一次中央在城乡新封案子 总共补助基隆大约1亿5千万左右 那对于基隆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作为一个立委 就是要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那未来中央补出款拨到地方之后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基隆市政府这边 后续的相关规划发包 我们一个尽速来办理 那我相信民众都很期待 城市的改变跟进步 那我相信包括市印 包括我们议员 包括市政府这边 大家都会期待 中央跟地方持续来合作 那把相关基隆市城市改造的相关 中央对地方案子 把它如期如值的完成 除了感谢林部长 对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的支持 多位市议员与当地理长也提出建议 我们也希望就是保留这个旧文人的一些末保 然后在保留绿地之余 还要保留这些运动的空间 如果说呢 可以这个呈现出我们的书法制度 以及我们基隆的书法 各个大师大家的作品 我相信这个未来一定是基隆的最大的亮点 这一件事情在基隆市议会的里面 我们是乐观其成 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谢市长 能够加速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 那让我们市民能早日使用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基隆市有山有海 然后包括这几年我们的邮轮也开放了 那之后我们这个希望之秋 会有更多更多的观光人潮来这边运动走走看看 林部长还有我们蔡委员 还有我们谢市长共同努力 来争取经费 建设我们基隆中正公园的希望之秋 那也希望部长能多多替基隆争取经费 规划好又弄好以后呢 市政府有些活动 今天搬到这里 让大家知道这里重新弄好了 因为这里有地层滑动 跟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优美 生态丰富 还有台湾第一文学步道 与造型各异的亭台楼阁 凉亭与阶梯石柱还有余佑任等苏法名家的墨宝遗迹 未来周边环境改善完成后 游望吸引更多游客造访 成为基隆兼具自然美景与人文风光的观光新亮点 记者张旗藤 基隆报道 台北市信义区 从德街60项天坑事件引发各界关注 里内同时有7大工地正在施工的南港区 西新里长胡佳阳感受最深 期盼能够彻底清查外 也呼吁北市府应该将工地地址 专探等相关资讯上网公告 才能降低类似灾害发生的几率 工地内工程人员正操作的大型机具 如火如荼进行施工 像这样的大型建案 在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内 竟然有高达七处 密度相当高 在信义区从德街60项 因为临近建筑工地造成天坑意外后 大型工地林立的新西里民更加游行 我们西新里呢 几乎90%都是工业用地 所以这次南港产专区的计划之上 我们里内目前已经动工的就有7大建案 7大工地 那如果再算上未来呢 即将要动工的一个都更案的话 我们里内一个小小里可能就会有10个以上的工地 同步在开工跟进行 所以事实上也很多里民也会很担心 我们小小的一个里有这么多的一个工地 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那我身为里长其实也是非常的担忧 虽然台北市长角万安已经下令一周内测查全市102处工地 不过胡佳阳认为应该把工地地址赚摊的检测标准提高 同时把相关资讯公告让地方能够充分了解 变成是说你探钻的一个结果呢 是不是应该要能够公开上网 让我们至少能够让里长可以掌握到我们每一个建案 他的地址你的探钻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就目前为止呢探钻结果是怎样 我们里长这边是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讯息的 那毕竟呢你在整个都更处或是都发局呢 你的一些送神的标准 这些建商大部分也都会以所谓的达标就好了的一种低标 过关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呢相关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呢 应该也要适度的提高才能够增加我们的安全性 至于新一区天坑后续 台北市长蒋安5月15号在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 巨大坑洞已经填平 5月15号先恢复行人通行 并要求厂商加强周遭领防的安全监测 提高观测频率 一定要经过专业检测确认环境安全无余 住户才能安全回家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台北市重大工程进度进行专案报告 其中新建社会住宅部分 民众党团认为市政府的报告中用租金补贴 包租贷款方式 要补足22468户的社会住宅 试图余木混租 把新建跟补贴观念混为一谈 更拒绝签下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承诺书 民众党团批评 蒋万安市长不该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那今天呢 我们本党团希望能够代表所有 有这个色彩需求的 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请求您 签署持续新建社会住宅的承诺书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选前承诺 推动社会住宅的方向不变 所以我们具体的请求 一 持续完成柯文哲市长内面 以规划预计新建的社会住宅 二 以5万户为目标 持续盘点整合社会住宅的基地 提出新办社宅的具体目标与政策 并将EOD TOD纳入多元取得社宅方案 民众党团四位议员 拿着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承诺书 要市长蒋万安签署 蒋万安表示 先收下就是不愿签署 让议员认为蒋万安不该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不是 市长 这个承诺跟你原本 在市政报告书上面的方向 跟你刚刚在我们被选的时候 的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说 至少不要用这个含糊的数字带过 也能够给我们市民确切的承诺 这件事情应该不困难 好 那张市长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签署 你对我们的承诺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就要直接说 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选前承诺 选后归缩 选前承诺 民众党团总召黄敬寅表示 蒋万安除了接续 柯文哲市长任内的计划 也希望能够创造属于 蒋市府团队的规划 应该要清楚跟市民朋友报告 简报档案中的 7000户潜力户在哪里 市长你的一个社宅 在两份报告里面各自表述 在两份报告里面 一个是文字党 一个是简报党 专案报告的全文文字党里面 在里面写了一大堆 112年到115年 预计开工完工跟入住的社会住宅 全部都是柯市长任内的数量 第二点里面还写到 台北市大型公有土地资源珍规 而且稀少难寻 看起来就好像告诉我说 社会住宅不能盖了 但是你的简报档里面 凭空出现了7000户 下一页 市长 你对社会住宅 到底有没有规划 议员 第一 我们新建社会住宅 脚步不会停下 我再次强调 第二 现实的状况 的确在经历前任市府 从好市长到柯市长 都积极盘点 公有的土地资源 也的确 在柯市长两任 盖了4000多户 而且规划中 施工中 其实有10332户 那现在到我们这一任 我们也会持续这个脚步 所以预估我们 在第一任 大概可以 开工2000多户 完工7000多户 这当然都是历任市府 努力奠基的成果 是我知道市长 社会住宅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 我相信你也应该要持续 然后你今天在这边也承诺了 持续新建社会住宅 是你的承诺之一 我相信4年之后 我们再重新检讨 你的这7000户 到底在哪里 市长 你想用租金补贴 跟包租贷管 来含糊 带过这7000户 你知道这里面 租屋黑市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吗 时间在哪里 市长 市长 市长刚提到 不管是中长期 我们第一个 现在阶段 积极的盘点 第二 其实我们 预估在这一任内 至少我们在 可运用的量能 我们希望能够 有2000多户 开工 然后有7000多户 能够完工 市长 我跟你说 社会住宅提供的保障 绝对比租金补贴还要高 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持续做的 下一页 进一步说明 EOD的政策 包含刚刚局长有讲到的 预计的工作期程 跟取得的互数 这是我要提醒市长的 这应该要先稍微来想一下 协调整合局处的团队 是否已经成型 还有预算的编列 是不是已经足够 这都是接下来讲市长 你应该要来思考的 下一页 市长 你在今年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你说 回避问题 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社会住宅 就是你不可回避的问题 下一页 最后送市长一句话 市长也很喜欢唱歌 想到达明天 现在就要启程 所以社会住宅 应该是你现在 就要面对的问题 他今天在 这个简报党中 凭空深处的七千户 我们很希望 蒋事长可以 专案报告来跟市民 努力的来承诺 或者是清楚的 明列告诉大家 这六千户 加上一千户的公伴度 跟到底要盖在哪里 不过蒋事长今天 拒签承诺出 民众党团还是表达 非常遗憾 希望社会住宅的政策 不要掉放 民众党团干市长 陈又成表示 承诺书内容 都是讲完 过去给社会大众的承诺 也明确了解 承诺书内容 跟蒋事长的立场一样 却因为承诺书中 龟缩两字 迟迟不敢签 实在非常矛盾 我们今天 其实要求市长 签的承诺书内容 大家从这个文字上面看起来 其实就是他过去 对于广大市民 还有对于 不管是朱都盟 还有所有市民朋友的期待 那他今天完全不敢签 我们其实也觉得很无疑 我们也再三的在议场上面提醒他 可以让他double check 甚至可以确认很多次 那他也只知道说 你内容是一样 但他一直很在意 就是归缩两个字 那其实很矛盾 因为您签了 就一点都不归缩 我们只是希望说 不要在这个 国民党在台北市议会 跟台北市府全面执政的状况下 摒弃过去自己承诺的政见 甚至 今天的习签书 有一种 先射箭 再画把的这种疑虑 所以还是希望讲师 但是不要硬起来 我们这个题目在总职群 一样还是会继续为大家追踪 因为我们是有看到一些 国民党的市议员 已经有做了一些说法 看起来 听起来好像对 新建社会主义 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跟意见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这会不会是一个缩帖 作为他未来 这个证件跳票的一个背书 所以我们其实 为了这个我们也希望说 讲师长能够 清签下这个承诺书 代表他真心诚意地 想要继续新建我们的社会主义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 民众党团表示 社会住宅的总户数 要达到5% 才能达到抑制房价效果 讲师傅用包租代管 租金补贴方式 根本就是打脸自己的承诺 民众党团也会持续监督 讲师傅对社会住宅的 新建进度以及规划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文山区公所在猫空 公知名景点美加茶园举办2023文家茶笋节一日茶农活动 邀请新移民朋友以及市民到茶园实际体验采茶 品尝铁观音好茶 来到台北市文山区猫空美加茶园体验一日茶农 穿戴斗笠披上客家花布袖套 背着小茶楼到茶园实际体验采茶 并听青农讲师介绍木榨铁观音茶叶的采摘 尾雕 浪青 揉茶及烘焙等反复制成 品尝金黄绿色榨茶叶酥与铁观音好茶 很开心 然后这一份大体验的草还有荣的过程 谢谢 很棒 太开心了可以来再次来到猫空来参与 身为台北市的新移民 所以很幸福 然后可以更了解当地的文化 谢谢维山区有这么好的好山好水 供应我们可以体验可以品尝 谢谢 我觉得今天就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从小就就是采茶叶长大 刚才我只有采过茶叶 我没有采椅做的过程 那反而是今天体验了之后 而且觉得就是还蛮开心的 我们的茶叶聚集之后呢 你可以让它像翻跟斗一样往前翻 或是往后翻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直接直上跟直下也可以 那我们手都是松松的 松松的去拌它 这样去拌它 那每一个叶子都要拌到哦 OK 我来可以把你的手都不用开 也不用这样都不用 我就一直维持这个姿势这样揉 那你也不用很忙 这样子打太极不用 我们就是维持这个姿势很优雅 好那去包你的茶叶 去把你的茶叶包起来 你的手去包你的茶叶 包起来后好 你就开始画一个圆形 哎呀你们头是要记得维持 对 旁边一颗球就对好 开始用力 对 那你要聚集一点 因为你看你这个茶叶都没有用到 好 所以你的手没有 你的手没有就一直这样 然后画一个 很难 很难哦 但是不用这样 就一直维持那个姿势 嗯 好 这样子 好 对 然后对 对 大家用一点 好 你手不用关 就是这样 对 没错 对 就是这样 然后画一个大一点的圆 然后展开了第一页第二页 手笔一个栖 靠在你要踩的地方 往旁边折或往右边折都OK 不要往上拉 如果你往上拉 整个树会动它会受伤 然后来这一次 有一星而已的中间 这个一个星 旁边长个月 第一个月 隔壁一个星 它在旁边都要踩下来 这样就OK了 那有的星会比较小 有的星会比较大 所以你踩的时候 要看仔细在踩的话 文山区公所也邀请新一鸣 共同参与体验 冒空茶园的风景与越南相似 感受茶文化之余 也一解思想情怀 身心得到输压 同时在活动中 公所也对新移民朋友 宣导市府人口政策 判协助提升生育率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 国内新住民人口数 大约57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2.4% 为了协助新移民增加职场竞争力 台北市内湖区公所 开办新移民烘焙丙级证照班 协助新移民朋友顺利考取丙级证照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柱 会有一个像热气球一样 然后我就轻轻的 注意看哦 对着它往上抬 老师手把手的教导学员 如何操作烘焙相关机具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所举办的 新移民烘焙丙级证照班 需要协助新移民朋友 学习一技之长 并透过考取证照提升竞争力 未来更容易进入职场 区长也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给这个新住民 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因为要有这个一技之长 他们到时候到职场上面 我想他们可以取得先机 而且会很快的进入到职场 然后我们这次的烘焙课程 也特别安排了 很有名的陈老师 然后他就是在业界上面 是一个很有名的碰饪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透过这个 我们是36个小时 透过这36个小时的课程 能够让他们学习整个 丙级考试的整个课程的内容 课程内容包含 吐司及面包的制作 受科老师成分强调 在安全的前提下 教导这群新移民学员 顺利的学习各种制作技巧 及器材机具操作 未来能顺利通过考试 取得丙级证照 新住民的同胞跟我们的原生环境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 那我们会尽量用他们能够了解 跟他们能够就操作的方式 然后去完成这样的课程 那最重要的一个点 当然就是安全 那第二个就是各项专业机具的操作方式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最严谨的标准去进行 然后让他们除了能够得到证照之外 那当然了安全 跟他们自己的一个食品 营养卫生 都是一个要基本具备的概念 这项课程吸引了数十位来台 多年的新移民报名参加 有人纯粹是对烘焙有兴趣 也有人希望学习烘焙技术 考取执照 未来有机会开店 一元自己的梦想 就是觉得可以加一个知识 做个蛋糕 觉得可以加一些好玩这样子 希望就是有学到有过 有成功考过的话 就是可以先去找个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这样 对 然后之后有 就是有办法的话 就可以自己想要开一间小小的 这样的烘焙店 就是面包店之类的 就是想说能不能 就是到时候以后吧 可以开一家餐厅 对 咖啡 饮品 还有烘焙的餐厅 内户区公所方面表示 一周上一堂课的新移民 烘焙丙级证照课程 将一直到六月二十号结束 预计六月底到七月中旬 参加丙级证照考试 据了解 民国一百零九年 在社区大学举办的 烘焙证照班 考取率将近六成 希望这一次在烘焙教室专业老师辅导下 能有更多学员考取证照 顺利朝梦想前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梅雨季来临连续性降雨 容易出现积水容器 成为登格勒 并梅文资深源 台北市环保局 特别动员12个行政区 超过千名志工和市民 办理资深源清除日 其中信义区公所方面 就在赴台公园举办事实活动 如果有 有疫情的时候 这里一定会被开罚单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可能会有解决 台北市环保局人员 仔细说明这片绿样蓝的 造景墙面可能隐藏着资深源 由于梅雨季节来临 雨后容易产生积水容器 成为并梅文资深源 加上疫情解封出国潮涌现 登格勒境外移入病例 也增加本土性登格勒疫情发生的风险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 在全市12个行政区同步举办 台北市资深源清除日 呼吁民众加强检视住家盆栽 容器及周边环境 及时清除积水 还没开放的时候就没有登格勒 那今年一开放的话 现在已经有五个案例了 都是境外境内是没有 所以有这个境外移入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我们自己台北 这边这些可能会积水容器 会资深源的话 我们一定要清除 以防它回来之后被钉到 钉到以后 然后又把蚊子又钉到别人 然后就会感染到本土 在这个下雨的时候 假如真的有积水容器的话 也恰有积水嘛 趁这个机会把它移除掉的话 就减少这些资深源 那我是要强调喷药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一定要把那个 会这个给蚊子残卵 变绝解 然后变蚊子这种资深源 把它移除掉 才是最好的策略 信义信义 有情有义 松光松光 信义之光 蚊子使光光 配合全市资深源清除日 信义区公所方面也号召各里 民众及环保义工队进行试试 除了组队进行环境巡检 也透过环保局专业说明与教育训练 让民众更加了解 如何减少资深源的产生 今天这样一个试试大会 以及刚刚的教育训练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学到非常的多 那尤其个里 刚刚也听到我们环保局说 会到我们个里来开办各样的课程 然后教导我们的里民 特别是我们现在 大家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个田园城市 我相信这个资深源的 清除这一块 现在显得更加的重要 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里民 以及里长 其实都很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借由这样子的课程 还有我们日常的巡查 我相信可以很有效的 来减少这些资深源 身兼台北市信义区 环保义工中队长的 山里里里长翁信力表示 最近因为天气逐渐炎热 加上雨季的关系 蚊虫的确有增加的情况 因此除了呼吁环保局多喷药消毒 也会挨家挨户提醒里民清除积水容器 就是挨家挨户去劝导 看到有装容器的 我们就按电影请他们出来 现场马上就处理掉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方面表示 环保局针对全市456个里的喷药消毒工作 从5月起每里提升为每两个月喷药一次 不过防治登革了还是应该以知青为主 喷药消毒为辅 呼吁民众落实居家环境清洁和自我保护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登革了疫情的威胁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极端气候影响强降雨频繁 大量雨水瞬间流入污水下水道 会造成道路上人孔盖气冲 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 北市府建置污水下水道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强化防灾应变能力减少危险发生 当强降雨来袭 污水管道流量暴增 内部空气快速压缩 空气压力就会快速冲开人孔盖 北市就曾有雨量飙迫100毫米 昆明街的人孔盖冲开如喷泉 索性无人车损伤 卫攻处因此建置污水下水道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利用GIS土资平台整合各场站设备的即时运输讯号 同时借接中央气象局与水利处的水资情料 预测污水下水道流量可提前应变抽水降低管取水位 减少污水人孔盖气冲情形 这个处理系统我们希望用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的系统 来达到即时的监控 还有做到的是防灾的疫情 以及能够在操作做建议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 卫攻处要介绍的 透过这一套系统 我们已经示范了一阵子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套系统也能够减少我们有一些在比较下游地区的这个污水管道 它本身的这个孔盖有时候会有受到即降雨 大量的这个水的压力之下 让它变成有气冲 让孔盖的气冲减少这样的一个状况 近年因为即时气候的影响 所以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差常发生 那台湾虽然是雨水跟污水分流的规划的设计的国家 但是因为台北市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早年有些老旧见雾的内管没有分流 或者是民众的针见不接污水管 所以造成在台风豪雨的时候 有大量的雨水渗入污水管里面 它污水管渠比较小 所以当雨水渗进来的时候就容易发生 里面的管渠的空气快速受到挤压 当这个压力过大了就会把人口喷飞 这个就会造成市民用户人安全上的疑虑 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这是107年9月8号 台北市当时的食语量超过100mm 当时也造成昆明居的污水人口 有喷飞的情形 不过还好当时没有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所以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首先我们就对话要建设一个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那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这个是全国第一套 只有台北市率先在做 其他县市也来跟我们一边想要学 我们接下来去做一套污水系统专用的操作管理系统 那它这个主要是结合GIS图子 可以显示所有厂站设备其实运转的资讯跟牵测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介绍中央气象局还有我们有军水利处的那些雨量站的资料 到这个系统里面透过人工资会去模拟推幅 我们沐水管里面管局的流量 还有可能会冒水的浅室的区域来做防灾应变的参考 那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第一个是即时监控 那右上角这个是我们有抓行政区的雨量站的降雨资讯 再来是我们河川的水位 那在下面就是我们那个污水管局里面 现在目前有36个异位计的即时的水位计的状况 那右下角就是我们的苏流站 还有我们堤化污水处理场内湖场 还有33个抽水站 33个洋水站跟4个抽水站 还有14个节油站 所有资讯都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即时的监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哪些设备是不是有正常的运转 下一页 那再来第二个是有防灾运行的功能 我们这个系统 借接中央气象局跟水利处的降雨量资料 我们可以去推幅 未来6个小时有可能会发生污水人口冒水 或者是流量异常的状况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操作的建议 我们抽水器的台数 就可以依照他建议的这个台数的方式来操作 所以尽量可以在这个台风滑梅的时候 可以降低我们管局的异位 把我们管局的容量控下来 当红红红来的时候 可以避免这个人口被弃冲的形形 下一页 那当然除了电池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也提出了改善人口公开弃冲的 制标跟制本的方法 首先制标部分 我们就是将一些老旧的框盖 把它换成符合CS规范的耐压框盖 我们首先在容易发生气冲的地点 就是主式干管 还有分管的接入点跟转折处这些 我们把它优先做更快 那更换完之后呢 打散前容易喷飞这个状况 就会变成只有在边缘冒水的情形 那这个耐压框盖它有个特性 它是有机械卡榫 当受到压力的时候 它会上浮两公分 然后它有圆缘面的设计 它会自动回复原味 就可以确保这个口袋 不会离开它原来该有的位置 下一页 再来日本的部分 我们也是有购买服务的方式 我们就是装设移动式水位器 我们在物水管局的上游装了60个移动式水位器 把这个水位器的资讯抓回到中部中心 当我们发现如果说降雨量 跟这个水位器的水位有异常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 雨污混流特别严重 我们就去办理雨污混流的切管的动作 在我们去年已经办了103处 这个我们会逐步的找出热区 逐步办理改善 卫工处也表示 未来会持续提升系统功能 检讨增设水位器 布株官网资讯 导入更精确的气象预报 针对每次好大雨事件经验 滚动式检讨修正系统参数 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为了鼓励失智长者走出户外 增加人际互动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 将在5月30号举办失智长者五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名额有限 先抢先赢 台北市已进入超高龄城市 大安区老年人口更高达23.3%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台大农场园艺分场 将举办来把园艺场幸福之旅 失智长者五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透过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以及触觉 无感体验 激发长者思考 在轻松氛围中产生正向情绪 这次我们的活动是办在5月30号 那我们是希望邀请 就是失智长者一起来参与 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是因为失智长者 其实如果除了在比较严重的时候 医疗的介入以外 我们希望在前期预防的时候呢 他能够就是鼓励长者多参与活动 然后呢一方面呢 他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可以就是增加认知的一个功能 那也可以延缓老化 那相对呢 对于他的这个照顾者呢 也能够减轻一些压力 这样子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5月30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连续跟台大的这个园艺的农场呢 合作了这一场 这一场就是园艺厂的这个幸福之旅 那我们主要呢 是用五感全方位体验的一个活动来进行 那主要是包括他们就是 教给他们一些园艺的一个知识 还有欣赏植栽 还有闻闻一些现场的一些瓜草 还有给他们一个品饮茶饮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也会教他们一些创意DIY的一个内容 健康中心的服务人员 更鼓励我们所有的长者走出家门 多多的参与和参与各种活动 可以活化我们的脑力 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 避免老化 无机无力 更可以是我们的心情 开朗乐观 发到健康乐活的目标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神经内科林怡君主任表示 随着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将快速增加 在地安养已成为必须正式的需求 那我想随着这个我们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会是快速的增加 所以在地的老化跟安养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带动社会各阶层 去了解说 去了解实质 认同实质 进而去建造建构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帮助失智可以在他的社区环境中暗示的生活 那这样子不只是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照顾负担 也可以减少他的情绪波动 甚至也可以减少治疗的一个依赖 那我们知道其实非药物治疗 其实是失踪中很重要的运环 那社交鼠康前 是我们市联一的这个失智共同中心 近年来积极推动的一项方案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医疗单位 那跟几个这个社区的一个友善场域 机构场域的合作 那我们去办理各式的这种动态的啊 或静态的各种的艺文啊 运动或学习的一些活动 那帮助失智者可以更自在的参与 自在的走到社会跟社会互动 我想这样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这个 失智友善和失去共同和服务者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几次我们都跟大家将中心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跟合作 也让我们可以把病人可以很顺利的转接去参与这些社交鼠方案 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杨明娟主任表示 鼓励长者从生活中管理六大内在能力 可以透过简单的长者功能评估量表 了解自我功能的状况 建议65岁以上长辈或其家属 可以透过手机扫描长者量六力 LINE AT的QR Code加入好友 帮助长者随时评估身心状况 及早介入处理 进而延缓失能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武俊松 为了提升基隆市各级学校预防以及处理 校园性别与安全事件的应变速度 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地召开专案会议 邀请全市高中以下学校校长共同研讨 加强联系沟通 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无论是性别霸凌或管教冲突等事件 都需要各单位与学校共同来应对 因此市长谢国良特别邀请全市的校长齐聚一堂 凝聚共事 未来会加强联系 共同来预防跟有效处理相关的校园安全事件 因为最近有发生了一些高中老师的 一些行为不当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召开这样子的一个校长会议 提醒我们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 要求学校的讯息要很透明的 及时的反映给教育处跟市政府 然后我们也希望探讨出一个好的方式 但重点就是说如果学校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 市府跟教育处理应第一时间就要知道 这样我们才能够协助学校来反映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学校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没有回报给我们 那我们会觉得那这样子不恰当的 所以我们只是来沟通 并且来跟他们讨论如何在这个性别 平等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 我们要给予适当的一个了解 跟未来的一个教育方向 未来依法将透过相关平等教育的防治与宣导 以及校园安全相关通报与辅导措施 让基隆市全体的校园都能够有效降低案件的发生 落实友善校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积极推动下 市议会首次成立议政顾问 特别邀请第18以及第19届议员们参加 是否有向市政府市政顾问 互别苗头打对台的意思呢 童子伟表示 议会和市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职责完全不一样 只是希望虚心接受议员前辈们的指教 广纳建言 没有政治问题 让辅会运作更顺畅 加速市政建设进步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积极推动下 市议会首次成立议政顾问 特别邀请第18及第19届议员们参与 议长童子伟亲自颁发顾问聘书 包括施市民 郑怡信 郑可熙 庄龙青 湛春阳 郑林清良 庄景田 苏仁和 徐立立 林明志 陈江山 以及陈志诚等各党派前议员们 是否有向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互别苗头打对台的意思呢 童子伟表示 议会和市政府的运作方式以及职责完全不一样 只是希望虚心接受议员前辈们的指教 广纳建言 没有政治问题 让府会运作更顺畅 我想我们市议会是首次来邀请议政顾问 那议会的运作跟议会的这个运作方式跟市政府的执政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行政单位 一个是监督机关 所以我们在持续招募顾问的过程中 让我们会希望广纳更多的声音 让我们更多的后生晚辈 包括我自己 都可以持续的跟各位前辈们来学习 为问证的力道加强监督 我想会让基隆市的辅会运作的更顺畅 然后我们的基隆市的进步可以持续改变 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初衷 没有任何的政治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18第19届 其实议员有部分党派非常多 有国民党 也有我们民进党 也有亲民党的前辈们 我想大家的声音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大家 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做参考 我想未来在基隆市议会的运作 可以有更多的建言 我对基隆市政是一个好事 议长童子伟进一步指出 这只是第一批以议员前辈为主的议政顾问 接着还会持续成立 来自百公百业的议政顾问 让现任议员们可以倾听民意 在问证过程中 刺激市政府更进步 加速市政建设 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一批 首批 我们当然是以议员前辈们为主 接下来的第二批第三批 我们会希望广纳各界 也就是我们的各行各业 百公百业的领袖精英们 包含妇女团体 甚至是我们的相关的 比如说市场的团体等等 让我们的议会 有更多的多元的声音 然后更实际的接触更多的民众 让更多的民众声音 传达到我们每一位代议师的身上 那我们代议师在问证 或监督的过程中 也可以刺激 基隆市政府更进步 议长也特地在市议会这个娘家 设宴款待出席的前议员 也是首批的议政顾问们 感谢大家回娘家 未来不吝啬指教 特别多多给予她个人 以及后生晚辈年轻的议员们 建议和鼓励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日前台南发生母女过马路 被车辆撞击造成伤亡的意外 市长谢国良立即指示 交通处全力配合交通部 推动行人绿灯早开 以及专用实项政策 交通处表示经过调整后 目前总共有27处路口 实施行人绿灯早开 也为请专业单位研究 适合再设置行人专用实项的路口 画面中小绿人开启 行人快速通过 5秒后红绿灯耗制绿灯才开启 让车辆通行 这就是行人绿灯早开 由于日前台南发生母女过马路 被车辆撞击而伤亡的事件 交通部宣布 推动行人绿灯早开 与行人专用实项政策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交通处全力配合 目前基隆 共有27处路口实施行人绿灯早开 在整个交通部政策 为全面推动之前 那基隆市政府 已经有针对一个 所谓人车流量大的路口 设置行人早开实项 那后续在5月17号前 也已经完成全市21处的 入口的一个行人 早开实项措施 最主要是针对我们7个 行政区域的一个 人车流量大的一个入口 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行人早开措施的一个推动 早开时段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时程 是每日上午5点到晚间的23点 另外车辆通通停下来 只有行人可以行走的行人专用实项 市府也为请专业单位研究 再增加适合实施的路口 那目前基隆市政府 已针对爱一路人五路 人五路爱三路 还有人五路爱三路 已经有设置行人专用实项的一个措施 建议来降低所谓的交通事故 人车分流的一个状况会更明显 至于后续的一个行人专用实项的一个措施推动 那我们也针对本市21处入口 9处入口 来委托顾问公司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人车的一个专业评估 要针对一个耗质的一个实项分析 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检讨 那后续如果有进一步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也会来做一个事实的公布 市府交通处表示 行人绿灯早开与行人专用实项 会依照实施状况滚动式调整 来落实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桑 再会 请不吴俊桑 请不吴俊桑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区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步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